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面见马总统 是因为说林秀涛检察长他已经有在之前有点到陈检察长的名字 所以你怕整个案子曝光 所以你不得不在8月30号赶快去面见马总统 去把这样的讯息把他说清楚讲明白 是这样子吗 这是原因之一 这是原因之一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整个调查的结果没有刑事不法 只有行政不法 刑事不法 刑事不法是你在定的吗 问题是如果没有刑事不法你应该是马上签签结嘛 你为什么要到9月5号才签结呢 而且你今天说的你8月31号 你因为可能还有要掉好几个人喔有掉四个人喔 表示说这当中答辩那你怎么知道在答辩当中不会有任何其他所引发的问题出来呢 你怎么会去说他就是没有刑事案件那如果没有刑事案就可以赶快签结嘛 来总长我想请教陈检察长 陈检察长我请教一下依照你过去的经验这种判断 检察总长这个说法你能够接受吗 办案 程序正义 是实质正义 两者都要兼顾那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先决条件 所以他们是违反程序正义是完全违反程序正义吗 好谢谢 陈检察长 我想请教一下 今天 本来计划要传四个人 最后没有传了 没有传了关键事是在9月1号 不是 你怎么知道不是 怎么会知道不是 你有公开你跟马英九的对话给我们大家知道吗 我们怀疑呀9月1号下指导期的就是马英九 不能这样 为什么叫不能这样子 因为你8月31号你还打算要传 这四个人 到9月1号你面见马总统之后就没有传了 请问这个决定权在谁 你剥夺了他们 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是不是 你为他们自己辩护的权利你把他剥夺了 你凭什么用开会 我们内部人说 还是你又直接 下定义 像拉法业也是一样吗 最后 最后 没有上述是因为 你最后做决议 是你最后做决议 那这不是关锁是什么 台北地检跟台高检都认为要尊重 特征组跟我的地检 我想办案应该是一样的 办案的过程应该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拉法业建就不同 今天在办理柯建民跟汪金平这个案子 就要用另外一套标准 不是这个样子吧 拉法业我再说明一下好不好 不用 检查总长 我想请教一下 你到底要不要下台 我有责任 有违法 合规责任 重大 合规违法 违法 重大 失职 当然下台啊 请问这谁定夺 监察院也可以定夺啊 谁定夺 监察院 监察院只要认你认为你有书师你就下台 书师看小书师还是大书师 什么书师还有小书师大书师那请问小书师跟大书师又是谁来定夺 监察院在定夺 监察院已经派你有书师了 那请问他会说 这个是小书师所以检查总长不用下台 这是大书师所以检查总长要下台 他会有这样的定夺吗 会吗 我跟委员报告 监察院是违法 重大失职 移送弹劾 一般的小书师不会 所以只要是你说要到监察院有受弹劾 你才愿意下台咯 没有到弹劾都不愿意下台咯 那这个就跟 法务部长今天讲的一样嘛 他说的行政书师嘛 他说没有主官翻译嘛 现在都定调了嘛 然后部长 你又说 不要以最高标准嘛 对不对你有说嘛 不要以最高标准嘛 为什么这个案子就不以最高标准 如果今天是非法监听的话 这是影响到民主国家整个政治的发展 如果今天非法监听 就要必须用最高责任 最高标准来检验 部长 你为什么说不要以最高标准 我没有说不要以最高标准 你今天访问的时候 是说不要以最高标准 大家都会犯错 不是不是我是说事情也是有大小 好如果是小的事情 那请问大小是谁定夺吗 你们现在一直强调大小 大小是谁定夺吗 检查中长说 监察院要到弹劾的标准他才愿意下台 好 今天我们成立调查小组 调查小组的召集人是谁 部长 可能是我们其中一位政务次长 哪一位啦 讲清楚嘛哪一位啦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会 因为我们总共两位政务次长 但是这件事我们都还没有讨论过 因为今天一点半才交接 是陈明堂还是吴承环 到底是哪一位 到底是哪一位 一位 是我们前部长曾永夫的人 一位 是我们 黄世民黄检查中长的人 那请问是哪一位 我们现在还没有讨论 我真的不能够 何位没有讨论 因为我一点半才交接 然后就来这边 好那什么时候要有定夺 那 部长你说你对于检查中长你都不熟嘛 所以你对法务部也不熟哦 法务部是不是 不熟嘛 你对每一个人的关系表你熟不熟 我两年政务委员的关系 熟不熟啦 跟政部长接触比较多 那跟黄世民总长接触比较少 那跟里面内部的人接触多不多啦 我问你接触多不多 有一些人像检查师 好那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 黄世民跟吴承环吴正式很好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嘛 那我今天就提醒你嘛 因为你们还没有决定说 调查小组到底召集人是谁嘛 对不对 来 黄世民黄总长 吴承环 吴正式跟你们不错吧 交情还不算不错 还不算不错嘛 二十几年的交情不错嘛 你过去担任 主任秘书的时候 他担任参事嘛 你们还一起去法国查案嘛 对不对 是嘛 你唯一带的一个人 就是吴承环吴参事嘛 还有另外一个 好当时候嘛 对 但是 最直接的是吴承环嘛 有三位不是两位 对 再来我再请教一下 当时候 2008年5月20号 你被王清峰部长 拔卓要进来担任政事的时候 当时候 还有一位 你也力荐的 大力推荐的 就是我们的吴承环吴长次 对不对 没错 没错嘛 我向王部长推荐的 对嘛 你向 你向王部长推荐的嘛 对嘛 所以你看 交情这么深 如果今天调查小组 是吴承环吴正事来担任参集人的话 这个案子怎么办 怎么办下去啊 我们有请很多民间的 这个法律专业人士来参与 部长 部长 参集人 很重要 不是你邀请民间 邀请民间的人 你们都可以自行去筛选 今天如果连召集人 都有立场的偏颇的话 你请问这个调查小组要怎么进行下去 甚至法务部长都有偏颇了 请问 这样子的一个调查小组要怎么进行下去 报告委员 民间的委员像比如说律师公会 我们是请他推荐 我们并没有特定人选 像几个团体都是一样 我们请他推荐 他推荐谁 我们不知道 我们并没有说 指定说要聘请哪一位 或什么没有 部长 好啊 那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更公开化 把它更公开化 把这样的调查小组纳入更多的民间人士 更多 你们打算这一个调查小组要多少个人 我们希望他运作的比较快 因为这件事 多少个人吗 我们选民间委员 我们估计是请五位 五位 未够吗 因为我们内部委员也没有几位 五位够吗 因为这件事情主要资料其实不多 比如说这一个 0972的监听是不是有缺失 是不是有违法 那这些资料不是很多 今天大家对于这个案子这么的关注 你今天五位的民间团体所代表的够吗 然后如果你今天召集人 如果立场又有偏颇的话 请问这个调查小组要调查什么 好 那我再问一下 刚刚立法院 已经要成立调查委员会了 对不对 调查委员会 刚刚也有部长有赋予了他法律的 所谓法员的依据了 好 那法务部 法务部 要全力配合嘛 调查委员会如果调查出来 确实是非法监听 部长 你认为检察总装要不要下台 依法办理 该下台就下台 什么叫依法办理 如果调查委员会 立法院的调查委员会 调查出来的 确实是非法监听 而且有私职 那认为要不要下台 确实是违法当然要下台 所以立法院的调查委员会也是可以一个指标了 是不是 什么又不是了 因为现在 调查 单位很多 包括监察院 包括地检署 都在查 我们现在还要知道 到后来那边 哪边查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一致 那什么叫一致 什么叫一致嘛 你们不能为自己做了很多的破口嘛 因为有很多假设嘛 如果大叔师跟小叔师 也是一个指标 然后呢 又说今天 如果有监察院的报告 然后又有调查小组的报告 又有地检署的报告 又有立法院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这些报告出来你们还要再看一次 报告委员 即使我们法务部的调查出来也是行政调查 我们说认定违法 我们还要送到地检署去 去侦办 那请问这要多久啊 这要多久啊 那检察总长 你是不是 今天如果调查是违法 你就要自动下台 还是说你还要如同部长所说的 还要把这个结果 送到地检署去侦办 侦办出来如果确实是违法的话 那你才愿意下台 是这样子吗 看情形啊 什么叫看情形 什么叫看情形 对啊 这个调查结果 检察总长怎么会说看情形呢 一下子大树丝小树丝 还有不同 然后还要看情形 对看 那你这个检察总长就是打算不下台的 就对了 那很奇怪 有违法 重大失职 当然要下台 部长一直强调说今天调查报告出来 还要送到地检署 还要经过法院的程序审理 那为什么今天一个官说案 却是一个马英九定调他是官说 然后都不用经过法院的程序调查 我也认为 因为他不是违法 有官说不应该谈护 有官说的话 宋法院调查 因为他不违法 宋法院调查 官说案怎么会不违法呢 官说案怎么会不违法呢 那是违反立法 我也行违法 不是刑法 如果是刑法 不对喔 不对喔 有收钱的话才可能会是 没有钱的话 对嘛 那你今天一直强调的 这就是有问题啊 那今天检察总长有收钱吗 也没有收钱啊 检察总长有收钱吗 没有收钱啊 我们不知 对不对 你们不知 不是 检察总长有没有收钱 检察总长有没有收钱吗 通讯保障检察法里面的违法监禁 不一定要收钱就违法啦 检察总长有没有收钱吗 所以你们自己 针对所有在办的案子当中 你们有不同的标准吗 部长 这边啊 为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不让他进入一个 比较正常的程序 然后官说案 有对价没有对价 有法院去判决 是违反立法委员的行为执行法 还是有违反到刑事 那就由法院去判决嘛 为什么你们一下子就定夺 把整个案子定夺 那我也问嘛 那检察总长 整个案子基本上 我给你看一个资料 是不是非法监听 立法院监听总机 是不是非法监听 这是最新的 台湾指标民调 最新的有 百分之六十三点五的人 认为这是非法监听 这么高的人认为非法监听 如果今天 我们所有的资料显示 所判定出来就是非法监听 居然检察总长 还不要下台 还不要下台 部长 怎么会这样子 你刚刚说的你认为 曾永夫 应该是清白的 你相信他嘛 不是猜测 但是如果 你相信他嘛 但是你看 但是还是要依证据 如果他没有下台怎么会换到你呢 我也不希望他下台 行政院院长的一句话就叫他下台了 那今天检察总长如果有非法监听 部长你不应该处理吗 当然应该 要不要处理 当然应该处理 那会像检察总长所说的吗 有那么多的诞书吗 甚至他说 他要看情形 可以看情形吗 这个非法两个之一 可以看情形吗 部长如果有违法 有非法监听 可以看情形吗 要不要下台 可以看情形吗 如果是法院判定的 违法当然要下台 但是如果是行政调查 所以你还是要 所谓的法院判决嘛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谈的所谓官说都不用经过法院判决 就一个人说了算 然后非法监听 这个部分 这么多人认为他就是非法监听 甚至我们所看到的资料里面 特征组 当初提供错误资讯给法官 这是台北地院所提供的资料 这些资料都很清楚 甚至 调查局刚刚你们已经都在为你们说话了 调查局 局长不好意思我在 局长 请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听到那个 空白的 我们当然不可能听到 你们不可能听到嘛 所以根本你们从头到尾也 没有听到这是空白 完全都是特征组 还有检查总长讲的嘛 他是空白的嘛 对不对 你们根本没有去 你们有没有听到啦 你不要再讲弹书了啦 有没有听到 因为那个带 带着我 对嘛 没有听到嘛 所以到底这块录音带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光碟是怎么一回事 就只有特征组知道嘛 所以他们现在说空白就是空白 红仲秋的案子 说 没有画面 就没有画面 然后今天 这个案子是说 空白 他就是空白 所以很清楚嘛 整个案子 一云一堆嘛 居然检查总长还说 看情形才要下台 可耻啊